上海队上一场比赛也是15分的优势 胜了山西 现在也是气势也有所回升 所以说 在第一阶的比赛中 上海队并没有派出他的外援 而采取了拳华斑 北京队现在更多的是通过外线捣手 像这种隔人传球 就是很容易被对方抢断 好 这是谢力斌 盖球突破强攻 左手上来 也没有坚持开场那样攻内线 对方迅速转一球 还是7号鹏飞 7号鹏飞这段时间是连续得分 对 身高在2米左右 外卫能投 里边能够半截篮也能投 好有刘伟 最后一次外线出手 这次三分球没有投进 第一阶比赛结束 北京金鱼队19比16领先这三分 好 那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刘伟 对 下了给这些年轻队员呢 来出踪跑断 就像这个球啊就是刚才我们 其实乌羊期间也只要2约3 看这球 奥德杰强攻篮下 看 右手打得中 得分最高的是奥德杰12分 对 交界 对 交界所有得飞都是内线所得 包括罚球 对方又打了一个传切 北京队其实可以 这个乌羊呢应该是八头全中 又是乌羊 空中还有动作 北京队现在是请求暂停了 这一个也是 不过去东西那是突破再分球 这个 这个动作好像有时水索 这一跳起来还不如站着高 对 横着重心就出去了 突破继续分球 这米勒力量很好啊 第三阶上来啊 双方的这个防守都非常凶猛 漂亮 这北京队是得到了第一个球 好 再要 再要球 二次转身 哎呦 这个米勒现在一看36岁 对 尤其是这个上一队的31号吴阳啊 上半时打的还是比较出色 好球 这是交界投中了一记远投三分 往开了防守啊 就是利用防守的这个间歇期间 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 对方这是32号沃德 一松这口气 就会出现问题 好球 非常漂亮的一个第一位单打 陈伟在最后一秒钟把球投进 这样第三阶比赛结束 北京金鱼队呢是有两分的领先 哎呦 对对对方是后边一个掏斗啊 对 也犹豫了 两分有效 这球得不潮湿啊 这球打得再稍微稳一点点就行了 对方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不过这球也挺关键啊 对 一下子比分破击到5分 好球 哎呦 天呐 这球居然打进了 就这么点体力 是 又冲上了 确实很生猛 这个32号沃德 出了机会就坚决投 好好机会 改成训练赛了 对 又是神奇小子 对 确实不中 也就预示这场比赛呢 已经没有了 40秒 平队呢 也不能够采用放肥的战胜 哦 这个沃德也是 呃 现在每个对手来说 都有一点实力 就是说关键要认真的准备啊 包括这个 对对方要一个 这种特点来说的 谢谢大家